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有很多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 大家好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院里 我是Sam 還有我們的嘉賓 袁醫生 Hello 袁醫生 Sam 你好 大家好 我們上集說了 同類療法的人物質 講了五個 過去這麼多集中 其中我們講過五個 我們今集說什麼呢 是否繼續講同類療法的人物質呢 我們今天會繼續跟大家分享 同類療法裏面有很多種療劑的人物 主要有十幾二十種 以我所知 同類療法其實是醫人的 不只是醫病那麼簡單 還有要深切知道病人的性格 喜好 背景 所以初次回診的時候 可能需要幾個小時 我們今集是講什麼類型的人物質呢 大家都跟大家很多次都分享過 是的 同類療法跟一般的醫療很不同 即是就算一般的所謂中醫 或者其他治療裡面所用的醫療的方法 那個醫療的技巧是很不同的 因為同類療法 我們很多時候是著重於整全性去醫病 整全性去醫病 我們醫療是一個癮 每一個癮裡面 當然不只是他肉體上有什麼病徵 我們要處理 其實很多時候每個人 他都有不同的性格 有不同的喜好 所以既然我們醫療是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在配藥的期間 我們很需要講究的醫療 我們需要配一個療劑 是適合他那個人的 所以其他醫療裡面 這方面比較少 中醫在某個程度上 都有考慮一下情治方面的症狀 但好像同類療法那麼仔細 來配搭一個療劑 是整體地符合一個病人的整體症狀 包括精神、情緒和肉體的症狀 這就是同類療法的特色 是 亦都可以這樣說 同類療法 因為他這樣的整體性 以及很全面地去醫病 所以成功率非常之高 但就正如我所說 這件事不容易 同類療法有1500多隻療劑 就算常用的療劑 都起碼300多隻 醫生在治病過程 是需要花很多時間 深切要了解病人的整體症狀 從而準確地配一個療劑 適合他 所以我們過去說 在一些比較複雜的慢性病 不是所有病都需要這樣做 有很多簡單的急性病 其實很快都可以找到療劑 15分鐘、半小時都可以 但當我們遇到一些比較複雜的慢性病 始終今時今日 能夠最終找同類療法去處理病的時候 大部份病人都是走投無路的 我們很少一些普通的病人找我們 通常都是看過很多不同的醫療方法 試過很多十年、二十年、幾十年都未做好 才開始認識或者聽到同類療法 從而企圖嘗試用同類療法這個方法 所以在同類療法的處理 或者我們叫做會診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很要明白 那個人是什麼人 今次我會跟大家分享討論 一個療劑叫做 Lycopodium L-Y-C-O-P-O-D-I-U-M Lycopodium Lycopodium 中文是一種叫石蟲 一種Clubmos 石蟲這個Lycopodium Clubmos 是一個很久歷史的古代植物 可以說是數以萬年來 一直都有的 很小的 小小的 好像一個手指那麼搶的 一個Club 好像一個網球棒的形 一種矮的植物 石蟲這個療劑 是由這些植物的粉 花粉提煉出來的 過去應用方面 這個花粉 曾經在醫學上 當作一種粉末 沒有什麼藥性的粉末 如果你把它燃燒 就會燃燒成像火花一樣 可以燃燒的 這個就是它的物質上的特性 當然在同外療法 將任何的天然物質 將它加工製造 就可以釋放它本身物質的 內在的能量 所謂一種信息 從而是用在健康的人裏面試藥 可以試出它物質的治療應用範圍 這就是我們過去250年來 同外療法早期 藥都是這樣試出來的 將一種天然的物質 將它製作成為一個療劑 即是所謂製作療劑 將它經過不斷稀釋 以及衝能 即是撞擊它 磨粉 將能量加進去 接著就成為一個療劑 被一班健康的人試用 做實驗 從而是拿到這個資料出來的 好了 我們今天就會討論那個療劑 叫做Lycopodium 石蟲營 石蟲營的性格的人是怎樣的呢 要明白石蟲營 我只要了解石蟲營的特性 就是懦夫 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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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是外強中虛 外強中虛 好像六野仙宗裏面的 武膽獅子一樣 可以這樣說 如果幫助大家的記憶 相信大部分人都看過 六野仙宗裏面有個人物 是武膽獅子的 其實武膽獅子也看到了 他表面要裝模作樣 說到自己是很威猛的 很厲害的 但內心其實是沒有膽量的 Lycopodium 那個人的本質其實是這樣的 很多情況之下 你可以表現到這種特性 即是說 他基本本質是一個懦夫 他裡面是很自卑的 但因為他又不想讓人知道 他就不斷想盡辦法 將內心的自卑掩飾出來 所以石松營第一件事是 自卑感很強 他不斷要掩飾 因為他自己是自卑感很強 這種人通常是 可以這樣說 在某個程度上 他比較上是害羞一點 亦都是內向一點 很多時候他比較上 看上去一般來說 比較軟弱一點 舒服一點的情況 而且很多時候 他是一個孤獨的人 他不會很多時候去找朋友 他通常都不會的 而且這種型的人 在很多時候 很多方面的恐懼 例如可能怕小的地方 很擔心健康 很擔心健康 很焦慮 晚上又很害怕一個人 而且又怕死 經常很害怕要怎樣生存 總之 在石松營的人的一種特性 很多時候 你可以看到他有很多害怕 很多事情都很害怕 但是很多時候 他們內心害怕 但他外面有時候 他就會裝胸作勢 我叫做bluffing 亦都有一些狂妄的姿態 是被人看到的 其實他做這件事 其實主要的目的是 掩飾他內部自信心不足 這個問題 他可能會誇大 可能他自己穿的衣服 會穿得很滋整 譬如石松營的人 有時候 他做得很小 譬如他要讓女朋友知道 他一個是紋又可以 舞又可以 他跟人去運動 他全鋪沒有打裝足 穿的運動衣服 穿得最漂亮 球拍是最名牌的 打了headband 在表面上 他做得很厲害 其實他可能在網球 打了15分鐘就完蛋了 他就不會做 但是很多時候 他會做很多這些方法 去掩蓋自己內心的不足問題 當然他最怕最怕 就是被人發現 他是一個這麼細膽的人 這是他最害怕的 當然 這個會很尷尬 在我們日常生活裡 其實有些行業 很多時候會看到這些症狀 譬如政客 政客 不要說是政治家 那些政治家 其實政客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他需要讓人看到他 他是一個領袖 一個很厲害的領袖 但你知道 在政壇上 其實很多壓力 很多人都知道 不是那麼容易控制到 他們要處理的問題 但是他當然 他表面上 一定要是裝出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很多時候 我們會發現 在這一類的工作 這一類的地方 你會找到的 還有一些律師 律師你也知道 律師去到法庭那裡 其實真的 個個都心驚膽膽跳 因為始終很多法律的事情 不是說 你預測得到的 你要在裝出一個 做一個最好的表現 但是在一個場合裡面 其實你是很擔心的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發現 在這些工作裡面 會發現很多 Lacropodium營的人出現 還有一些教書 教授 其實都是辛苦的 你都要 所以那個石松營的人 通常 他那個是 努力就比較厲害 比他體力 你會看到 他那個人 通常會看到 他又很害怕 東京西京 但是他通常 就要掩飾 內心的不足 這個問題 好了 還有 石松營的人 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的自律感是很差的 自己的自我控制自律 那方面 是比較弱的 通常 很多時候 石松營的人 很喜歡吃甜食 他明知道 吃甜食 對他身體不好 很多是血糖低的問題 不餓得 這些很多時候 都是因為 過去 長期吃的甜品 甜食 吃糖 搞出問題 但是 他們就 折制不了 明知那些不好的食物 他們經常都要去做 石松營的人 因為經常要表達 他表現自己 在性行為方面 他有時候是很誇張 他可能是 可以說是很濫交 東訓西訓 什麼人都好 但是 其實他性方面的能力 又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所以 往往就是 一夜站 比較多 接著他就 轉動了 為什麼呢 他不想讓人 最後發現他 原來他這方面 都不是那麼厲害 這個就是 他自己的 自我控制方面 是比較弱的 當你一個人 自我能力 內心 是真的很虛的 不是那麼厲害的時候 他會怎樣呢 他很怕 作出任何長久的承諾 哦 他在男女關係裡面 他往往就是 可以這樣說 玩的時候 大家開心心 但是你一叫他結婚 他就會走老 哈哈 很多時候 他從親有長期的承諾 他都很怕 想起 哇 要結婚了 有小孩了 接著要養家了 這些事情 對他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接著 他就會跟那個 伴侶說 不好意思 我們都不是很對的 總之 當你要走近身 當他要結婚 又要作出長久的承諾 他通常都會去避 石蟲營性格 那小蚊仔的性格又是怎樣呢 那你怎麼看到呢 那小蚊仔怎麼看出 小蚊仔的石蟲營呢 在某個程度上 其實我們現在的 近代的小朋友 很多都是被種壞了 所以很多時候都很野蠻 蠻不講理 很圈花的小孩 現在比較多 所以 通常這些小孩 表面上 他們是很勇氣的 經常叫人做媽媽 叫人做蜜 而且是很兇死的 跟他的父母 可以這樣說 都是很沒禮貌的 因為通常被種慣得很厲害 但是因為 其實他那個人的本質 都是一種叫做 就是內強忠虛 很多時候你看到他 他出到外面 在學校裏面 他表現出來 他又不是那麼差的 你想跟那些老師聊起來 老師會這樣說 他不是啊 很乖的 很聽話的 你看不出的 我們有一種時候 就叫他叫做門口狗 你知道他聽過門口狗的這個名字嗎 就是對自己人是很兇死的 但是對外面人 他就乖乖害怕怕的 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 這些門口狗的人很多 比如一個小孩 在成長期間 他的爸爸 就是外面受到很多氣 但是是石蟲營的 就很害怕 看到波士 看到拳威的人士 他不敢說聲 但是他總是很不開心 回到家 就向那些小孩發洩 那些小孩在這種環境長大 很快他自己都成為石蟲營的小孩 就是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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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強制性的家庭製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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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 在那些玩的游戏,比如体力活动,他们通常是比较害怕的,很容易疲惫的 还有很多时候他们是一般喜欢的,他喜欢自己静静的,看书,玩电脑机 多于在外面玩体力活动,对他来说体力活动是比较害怕的 所以他的外表看来都是比较黏黏瘦瘦,很delicate 很多时候你看到他人的头部可能比身体大,还有很多下肢的方面会比较肥 石虫应该是十分仔细,通常是很小心的,很害怕的 尤其是那些有冲撞性的,所谓有体力的活动 比如踩单车,打球,游泳,他都比较害怕的 通常喜欢玩电脑,看书,玩这些游戏 这个是石虫应,简单来说,石虫应的重心是挪肤 就算大人很小也好,挪肤有两种表现 一种是很静的,很乖的,很沉默的,怕事的 另一种是有一种反弹,变得很狂妄的,表面要装胸作势的 表面好像很恶的,哈哈巴巴的,但一遇到强权 他就是害怕的,这种石虫应呢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石虫应的人很有趣的 他遇到,譬如要他外面去演讲,对他来说很大件事的 震到死,可能之前睡不着觉的 但你逼他上台,一讲都没多久,他就OK了 他初多的五分钟十分钟是很辛苦的 但一讲顺了之后,石虫应的人在这方面做得表现都不错的 石虫应的身体方面,其实最弱的地方是消化系统 腸胃消化系统和肝,这个是他的身体上的器官是比较最弱的地方 很多的慢性病都是用石虫应 当然急性病,石虫应都有办法去处理得到 虽然我刚才这么说,在辽西里面很多时候有一种性格 但应用石虫应就不是一定要有以上性格才可以适当地配用得到 很多时候我们未必需要了解到那个石虫应的内药性格走出来 我才配用这句药 我想问一下石虫应的关键症状是怎样的呢 除了上面的性格之外,我们通常在疗剂里面 每一个疗剂可以说医疗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对病的医疗范围是很广泛的 但最重要是找到它的关键症状在哪里 我们通常在取得资料或者会诊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寻找这些所谓关键症状 好了,在关键症状里面 譬如在精神状态、状况 石虫应的人通常是自我形象差的 你一路问问问,你可以看到它的自我形象是差的 即是没有什么真正的自信心 即是有点自卑 比较低的 肚子的时候,你要看到它 譬如小孩可能在诊所里都见到 哈哈巴巴的症状会出现 或者在诊所、在会客室里 他会看到的 你问回他的时候 他家长可能会告诉你 他说他不是的,他外面很乖 只不过家里就比较糊糊糊 你开始就要考虑了 大人也是的 可能他太太对他的印象 觉得他很恶死的 但见到他在对上司 他就很低、很谦卑 这些这样的行为 你可以看到,他在精神状态 通常是用脑型的 就比较保守 比较修炼的 就是用脑型的人 很多时候也有出现的情绪低落 或者对自己的健康很紧张 或者对那些有什么的争拗 争执很紧张 或者对自己的事业前途很焦虑 那个石松营的人 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他很多时候情绪表露 他哭的时候 他不是只是伤心的时候哭 有时候你去赞美一下他 或者多谢他 他很感触到会哭 这种很特别的特征 你也有时候见到 你多谢一个人 他很感动 感到哭了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行为 你可能看到石松营的人 石松营的人 是比较瘦的 上身比较下身瘦 石松营的人很多时候都会看到 衣服的马 可能上身比较小 低个下身一马 面长长 瘦瘦型 额头有时候 你看到一些皱纹出来 你看到一个这样的人 很容易在这种情况 当然你去赞美他 他感觉到流体 这种也是一个石松营的人 石松营的人 有时候仔细地问他 他觉得自己脑子 开始越来越不清晰 开始有问题 思考有问题 他有时候觉得 他自己看东西 阅读 或者说话的时候 他的字眼和字句 会突然之间搞乱了 或者会直接忘记得了 空白了 或者反过来说 或者一个字 想说不出 有时候他自己都会说 有时候要小心点 你问他 他会透露到这个资料 石松营的人 很怕上台 我叫上台分 stage fright 总之想跟大众表演 他很怕很怕 其实这个问题 相信在某个程度上 大部分人都很怕 公众演讲 一般人都觉得 比怕死 这是一个普通的 但石松营的人 是这样的 他虽然很怕很怕 但他出去 一开了球 他很快就克服了 然后很顺利 他很多怕鬼 怕孤独 有时候沈恩仔 他经常陪伴他 但你要陪伴他 你就不一定在他身边陪伴他 你在房间 在旁边的房间 他知道有人 他就可以了 这种石松营的 就是怕孤独 怕一个人 那个行为 有些不同 有些疗疾 被人黏住 但石松营的小孩 有时候 你总之在另一间房间 他在旁边的房间 有些狭窄的人 多的地方 亦都怕 原来怕他 怕他的 结婚的承诺 还有 怕那些 广场 我叫做agoraphobia 那些很怕 空抗的地方 嗯 那 这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 整体来说 石松营的人 这些病人 通常会出现在身体右边 譬如我们知道 肝肝在身体右边 所以很多时候 他身体的病症 由右边开始 慢慢由右边到左边 比如喉咙痛 他初生说他如何痛 在哪一边痛 在哪个部位 他会说他是右边痛 但没多久 由右边 便会走到左边 这种型的人 这种症状 由右边到左边 也是石松营的 石松营的病症 通常有时间 有时间的关系 通常 黄昏夜晚黑 4点到8点 或者3点到7点 这个时段 病是严重一点的 比如他头痛 或者他腸胃不舒服 那你问他 24小时里面 有哪个时段是最差呢 他很多时候 会说得出 如果是4点到8点 或者是3点到7点 最差呢 你可以看到 嗯 石松营的 石松营的人 可以叫做 肝毒多的人 早上起床 是不醒的 很吻疹的 很多小孩 早上叫醒他 哇 他就吻疹疹 发光了 石松营的症状 其中一个就是 早上起床 很不舒服 很不开心 要很长时间才能醒醒 慢慢到 到晚上才会一直好 石松营的人 消化系统 是他的弱点 很多时候 石松营的人 就是出现血糖低的症状 你怎么看到血糖低的呢 他就不可以吃少一餐 哦 他也可以说 不饿得的 他因我的人 發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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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石松营的人 很多时候 血糖低的症状 是很显著的 好了 石松营的人 嗯 那个身体呢 比较上 都是 怕冬的 那个方面 多些 但当然 也有些人 是 就是 熱血的 所以 不是那么怕冬的 通常 他就是 怕冬的 但他喜欢 是 物外的空气 他喜欢开窗 去外面 那 这个 就是他的整体 那 好了 那 石松营的 情况 他头部有什么症状呢 那 那 头部呢 很多时候 他会 头痛 是不是 而头痛 是通常 右边最痛 五加四点到八点 是比较上 差一点 而且在床那里 包住 那个床那些 那些热力 就令到他头痛 是更加差的 那 他也有个症状呢 是眼角那里 有时候有些裂痕 有时候有些裂痕 有时候有些裂痕走出来的 哦 或者是头呢 有些出疹 或者耳后面 或者那个 暗瘡 啊 濕疹啊 牛皮线 在头那边会出现的 当他鼻塞 他鼻塞的时候 都是晚上在床那里 比较差一点 尤其是BB仔的鼻塞 婴儿 初生婴儿的鼻塞 有时候我们都会考虑 如果你看到 初生婴儿 比较瘦瘦的 看上去 好像有些 颜头有些皱纹 那样 这种这样的体质 体型的baby 我们会考虑 是用石虫型 如果他鼻塞 有时都会有的 好了 那当他呼吸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透气困难 或者哮喘 或者肺炎 他有一个症状 他的鼻孽 鼻孽 就会呼吸 往时在动一下 动一下 当然他透气 透气辛苦了 那你要看到 症型的鼻液 好像这样动一下 动一下 来到这样透气 这个也是石虫型 那个表面的症状 好了 如果面部神经痛 是右边的 或者是忠耳然 是右边的 还有看表面的样子 刚才都说过 他很多时候 在面上压 他会很深的皱纹 或者他们这些石虫型的人 很多时候 那个头发 就很快就斑白起来的 或者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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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 或者一条一条 还有 是通常倾向于右边 你记住 因为石虫型是右边的 好了 当石虫型的喉咙出现问题的时候 都是我曾经所说的 他会说 我右边喉咙痛 然后由右边 慢慢转移到左边 好了 你会问他 有什么 令到他的喉咙会舒服些 有什么可以做得 他说 如果他喝暖水 暖水会舒服些 石虫型的人 是喜欢喝暖水的 是好过喝冬水 当然有时候 都可以说 喝冬水也可以 但是 倾向性 习惯上 石虫型的人 是喜欢喝暖水 暖的饮品 是多过 记住是右边的症状 好了 我们了解了很多 关于石虫型的人物性格 和关键的症状 我们休息一会之前 回去继续自然疗法远离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回到自然疗法与你第二节 上一节说了石虫型的关键症状 我们讲了头部、喉咙、精神上 和那些症状都是右边去左边 还有血糖等等 我还想问一下医生 身体上其他部位或系统有什么关键症状呢? 在石虫型的人 就是那个弱点 比如那个腸胃那方面 石虫型的人是中食甜食的 他也喜欢喝酒 可能喝酒壮胆 通常他喜欢喝暖的饮品 比如有时候你问他 如果有杯水在这里 有加冰的 冰箱水的 室温水的 和暖水的 和热水的 和热水的 他基本上都会倾向和暖和热水的 他肯定他大部分都不喜欢加冰 但是他喜欢吃甜食的 所以石虫型的人很多时候喜欢吃雪糕 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吃甜食的 很多人都喜欢吃甜食的 所以他会喜欢吃甜食 但他喜欢喝暖的东西 也喜欢喝酒 有些什么不喜欢吃呢 他不喜欢喝冰的东西 或者是冰的食物 他不喜欢吃冰的食物 有些人有很多室温仔 不喜欢吃热的东西 一小小热 他觉得太热了 要放冰的食物 但石虫型的人不是 他不喜欢喝冰的东西 也不喜欢吃冰的食物 还有他不喜欢吃蚝 他不喜欢吃蚝 他不喜欢吃蚝 吃了有些东西 吃了之后他会不舒服 他不喜欢吃蚝 原来吃了蚝 他有一些不舒服 他不喜欢吃洋葱 他不喜欢吃椰菜 这类的食物 为什么呢 吃蚝 食蚝 有很多气 很多气 是激热的 你知道 在西方的东西 是激热的 就是多东西 是装空作势 就是激热的 有些人说 你整天在赞自己 很多时候 他会说 腹腔会有很多气 很大声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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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症状 常常觉得肚脏脏脏 长得来 放屁也舒服点 躲起气就舒服点 还有他吃了东西 很容易饱 他不吃得多东西 但他也不能饿 你记不记得我刚才说 他有很多血糖低的症状 是不能饿得的 但他饿的时候 发光要吃 但他吃了几口 他就说饱饱 饱得很辛苦 很多时候 石重营的人 吃了少少东西 觉得很赞 很不舒服 很饱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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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然石重营的人 也有个情况 就是他胃口很好 狂吃的 而且越吃就越想吃 这种症状 有时候你可能也看到 有人吃一部飞 有些人吃很多 胃口很大 但他看他人又不胖 石重营的人 通常体型是长长瘦瘦 下身比上身 很多气 可以胃口也很好 但也有很多情况 他不吃得多容易饿 你知道香港很多人说 如果晚上睡不到 就一定要吃宵夜 石重营的人 很多时候有吃宵夜的习惯 因为他晚上隔了身后 他就觉得饿 他就要吃东西 而且可能吃东西 吃到不停 因为石重营的人 没有什么折制能力 自己控制很弱 没有什么折制能力 所以石重营有时候 我们会遇到一些 叫做狂食症 可能是石重营的 如果一个人瘟瘟瘟瘟 但经常说我不行 但他会拼命吃到的人 狂食的问题出现 吃饱了之后 肚子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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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疗法有时,为何要这么仔细 如果说我松心三,其实也不足够 要问背后的原因 同时,石虫型的人也有便秘症状 便秘症状是很普通的 便秘得来,大便是一开始承认的,很硬的,不够出的 但尾端那一端是软的,变流质的 其实这个症状就不只是石虫型的分别是这样的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的 石虫型很多时候就会出现肝炎 香港肝炎很厉害,十个有一位,一个人有肝炎大菌者 肝炎当然是肝发炎,肝的问题,消化问题 所以急性或者慢性的肝炎,石虫型都可以处理 但不一定,这不是唯一的疗剂 但如果石虫型的人有肝炎,石虫型是对的 还有就是胆囊发炎 胆囊发炎 胆囊发炎是什么情况之后会痛呢? 就是吃了东西之后就特别痛 还有深呼吸特别痛 很多人有胆囊发炎,胆石痛 或者很多时候会痛的 如果我们看得到,这种症状的人 吃了东西之后很快就会痛起来 还有深呼吸会痛 还有你看看症状的人都是长长瘦瘦 当然胆囊也是稍微倾向右边比左边更多 这种情况是石虫型可以处理得到的 还有就是那个小肠器 鼻腊的小肠器 当然右边的机会比左边更多 但也未必一定 我试过有些小肠器 如果我看到右边比较明显一点 用这个疗剂就可以治好它的 所以不一定要开刀 有些人想着小肠器是结构的问题 所以开刀其实不一定 用疗剂是将它徹底治好它的 还有因为胃气脏脏 当然有时候叫黑胆 那种脚热的感觉 那种胃液倒流 或者泛酸 那种酸的味道 那这个就是石虫型的肠胃症状 在这方面 好了 在尿道性器官方面的症状 那石虫型有什么呢 它有一个症状就是 就是小便很急很痛的 就是急急痛痛要去小便的 那还有呢 如果它有腎石呢 是右边的腎石多些 那如果腎石的时候 你看到它排尿呢 看到有些红色的沙粒 在尿那里排出来的 那这个呢 都是属于石虫型的症状 那有些红色是热尿的 那如果是石虫型的 那就是石虫型的 那是融化在石虫型的 前列先盐 前列先脏大 所以呢 石虫型在这方面都有帮助的 好了 女性方面呢 如果它有子宫水囊 如果水囊的流种在右边 子宫在右边 这个也是实际形的 还有很濫交的 通姦这些行为是容易出现的 但是在女性的时候很多是性冷感都有 男性就是性无能 但是很有趣 这种人的性无能 跟自己老婆出现性无能 跟外面搞生搞死 就不会有性无能 还有是早舌 这个也是石重型的情况 当石重型出现抛诊的时候 通常是右边出现 而且是伸延到大腿 即是你见到抛诊 在右边的大腿伸延下去 这个可能是石重型的 好了 在胸腔的症状 当然了 烤喘 还有长期肝咳 即是摇摇摇这些肝咳 或者肺炎 尤其是右边的肺炎 或者是心跳 心跳 心跳 感觉心跳 尤其是睡在床上的时候容易出现 或者吃完东西 不消化不良 或者吃东西吃得过多 而导致心跳 这种情况 都是石重型的症状 好了 骨骆肌肉方面 有一个主要症状 它会背脊痛 当然背脊痛很普遍 很多人都有背脊痛 但是背脊痛 它说 我去小便之后 便会舒服一点 我曾经提过 石重型有时是神的病 神石 可能是尿道方面 它有一种痛 可能是反射痛 摇了尿之后会舒服一点 这种是一种石重型 还有石重型是有分离颈 分离颈的疗剂主要有几只 石重型的分离颈 基本上你都会想一下 是不是右边 如果它是分离颈 是右边的 人平时很多胃气 有几多脚的 性格也有似的 可以考虑 用分离颈的症状 当然分离颈有些症状 是很明显的 石重型是很普遍性的 所以要加上其他的症状 好了 坐骨神经痛的时候 它的特征就是 如果它右边坐骨神经痛 它就不可以睡在旁边 即是睡在旁边都不可以 总之它坐骨神经痛有个症状 在什么情况之后会痛得厉害一些 它会说出来 当它睡在旁边的时候 就会痛一点 未必是痛边就睡边边痛 总之它不能够打側睡 坐骨神经痛的时候 而且它走路就会令到 坐骨神经痛舒服一点 当然不是所有坐骨神经痛都是走路舒服 但是石重型的坐骨神经痛 就会走路舒服一点 还有宽关节痛 OK Hip pain 初初起步就痛得多一点 但是走路久了就不太痛 这个症状其实也挺普遍的 很多关节炎的问题 都是僵紧多一点 即是你走路久了 走路久了就会松开 所以这个症状其实也是挺普遍性的症状 所以一定要加上其他症状 好了 还有它睡觉的时候 都会喜欢伸脚出去 或者脚痛都是右边那方面的脚痛 濕疹 牛皮症 油 还有 Tenia Tenia Vesicola 是那些毛菌 都可以盖上去 好了 石重型有些很特别的症状 它脚底很多时候会有裂的 有些人的脚底皮是会裂的 当然很多很多情况 皮很干很厚 但是石重型 总之你有时看到脚肘 脚肘那里是有裂的 当然很痛的 这个也考虑石重型 当然如果它是右边是更加对的 我明白 有时它会说 你可以察觉到 它会觉得 一边身冻 一边手冻 第二边是热的 或者脚 它觉得 我不知道 我右边的脚是更加冷的 但是左边是没有那么冷的 或者它说 右边手冻 左边没有那么冷的 而且脚汗很臭 有时我们看症的时候 都叫病人脚肘 看看他有没有脚气 这些 石重型的人脚气是很重的 好了 分架的情况之下 石重型的人 是喜欢睡在右边的 或者他说 我只睡在右边 我睡在左边 或者向天睡 我是睡不着的 这个也是一个石重型的症状 还有石重型的人 如果晚上一刻 很多时候饿醒 所以只可以说 如果他容易饿 血糖低 有时晚上 睡醒了之后 他睡不着 他一定要出去 烧一下东西 有时石重型 尤其是孩子 会突然间 很惹性的感觉 早上起床 总之是賴床 不清醒的 起不到的 在自然医疗里面 这是肝的特性 早上都是不爽的 石重型就有了这个症状 我们听了袁先生 说了这么多 关于石重型的症状 我想问一下 石重型的疗剂 过去成功医治了什么病 有什么特别案 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我和大家 过去有不同的情况 我都说过 同外疗法和其他的医疗 其实是很不同的 就算包括中医 西方的西草药 印度的草药 或者阿尔伯迪 印度的医疗 其实都很不同 其他医疗都有的 阿尔伯迪 有说体型体质 涉及不同的饮食方法 其实都有的 但从来没有那种医疗 像同外疗法 是这么科学的 是 同外疗法的药是怎么得到的呢 其实 第一 我们是用真人 健康的人做实验 我用一些药 给那些健康的人吃 有些症状出来的 当然 你施药的期间 你可能会有些人会头痛 譬如石草药的人 施药的时候 他会发现头痛 好像右边比较厉害 四点到八点 会容易出现 或者睡在床上 床因为热 就导致他出现这个症状 但是 这些是一种功能性的症状 很多时候你会看得出的 但当然在治疗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能处理的症状 可能是很严重的 譬如癌症 我们试药不可能 另一个健康的人 试试药出现癌症 我们没有办法 会看到这个资料 通常我们只能够看到 这些屁面的实现出来的症状 譬如那人吃了痛疗剂之后 石草药 他突然之间喜欢吃甜食 可能他平时不是特别喜欢的 但突然之间发觉 自己喜欢吃甜食 喜欢喝暖水 这个就是在石虫营的疗剂之后出现的 或者他吃了之后 发现那个症状 是整个肚子的 很多气 可能平时没有 这些所谓的功能性症状 在药实现的实现 拿出来的 好了 我们根据这些资料 再加上 我们以前的病理资料 让我们知道 譬如生癌 你吃生癌 肯定是有症状出现 是吧 譬如被黄蜂针出现 很明显 一个人肿胀 这些资料 可以叫做病理上的资料 来的 同样疗发过去的弱点 好像我们的本草肛木 可以收集这些 真正人实验出来 製造的资料 的症状 以及过去的 是意外中毒 制造出来的症状 好了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病人 他可能有痘状 OK 在肆虐期间 我们未必可以 令到一个普通的健康人 变成痘状 可能会令到他有些肝咳 有些肝咳 有些肝咳 这样做得到的 我们可能 见到有个病人 他有痘状 但他告诉你 他的痘状 是4点到8点 是差点的 我试试 就用石松仁去医治他 结果就将他的痘状 医治好 这个资料 石松仁能够医痘状 的资料 就记录了下来 如果经过很多的医生 是不定是成功 医治到痘状 的时候 痘状就成为 和疗法的其中一个 就是有效的应用的范围 好了 我刚才说的 就说 病名 当然是不能够 足够被我们 选择过疗剂的 我一定要 要加少少特征 形容病症是当时的 才能够做得到的 好了 我刚才所说的 那个病人 就感觉一边手热 一边手没有那么热 如果有病人 他是发烧 那你知道了 发烧是很普遍的症状 在同一个疗法 如果你的字典里面查 发烧有哪个疗剂 有300个疗剂都有发烧症状 但是 如果发烧的时间 你会发现 是一边手热 一边手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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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就是特别的症状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会考虑 或者你加上 这个人 在发烧期间 虽然热到死 但是他喜欢喝热的 那这个也可能 那个石虫型的症状 还有你又发现 他发烧期间 你问他喜欢睡哪一边 他说 我一向只能够睡在右边 那这个就更加加强 那个石虫型的机会 那基本上来说 我们在会诊的时候 我们问很多资料 其实我们的目的 第一 要整全了解那个病人 同时呢 我们希望找到一些特征性的病症 起码找到三个 要找到三个就会找的 好像我们叫做 3-lick stool 即是你的椅子 如果只有两只脚 当然不找 没错 你起码要三只 要多个三只更加好 那么在我们的医疗技巧里面 我们基本上 我们是要找起码三个 很清晰很明显很准确的特征 而这三个里面的特征 是符合我们刚才所说的 其实我们刚才说 是讲到很多很多特征出来的 很多特征出来的 但你任何靠它 一个两个是不足够的 你一定要找到 是很足够的主要特征 起码三个 那我就可以配到这个尿剂了 好了 那么我们早期呢 试药的时候呢 不会能够令到那些人生神石的 是不是 试药生神石 那不会的 但它只不过呢 它吃那个尿剂的时候呢 觉得呢 背脊有点痛 小便又舒服一点 好了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病人呢 他是右边有神石的 但他说出一个症状呢 那个背脊痛痛的 即是腎的位置痛的 还有呢 摇尿的时候 摇了之后就会舒服的 那这个就是石虫营的了 好了 那我用石虫营去给它的时候呢 就将这个肾石医好了 那肾石呢 那肾石呢 在临床上呢 是成为呢 是石虫营的那只疗剂 可以医到的病症 好了 那一般人呢 当然呢 就是 不是很习惯 这种医疗的分析 那通常这些人呢 就有什么病 问你有什么病 那我最近有一个病人呢 那他呢 那他呢 他呢 他妈先来看的 他妈有些成几十人的病 就是 可以这么说 就是周身累啊 整天眼睡啊 重重啊 很勤力的人来的 但是呢 几十人都有这个问题的 那结果呢 我都用了 他在他的案子 我都用了成三四五个小时 去摇取的 那很明显帮了他 那他带他儿子过来 那他儿子呢 他妈妈跟我说呢 他很简单而已 他有少少暗瘡而已 是吧 那背脊啊 鼻子啊 有少少暗瘡 那还有呢 其他地方好像关节 有少少 手有少少痛 那样 那好像网球手 那问真些呢 他就喜欢打机啦 是吧 那很明显 他不是运动型的 但是喜欢打机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觉得 就是 很表面的症状 那些暗瘡 年轻的暗瘡 很普遍呢 那但是呢 一路一路 一路拿他的资料 发现呢 那个情况 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些小孩 根本是 我叫做Hermic Kid 是吧 就是捐在家里 就不肯出街 做什么呢 就要家人陪陪的 他自己一个人 不能够做任何事的 那这个你想想 就是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没有什么朋友 那你觉得呢 其实真真正正要帮他呢 其实这个的 我们这种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比皮肤更严重 是 没错 所谓这些这样的暗瘡 暗瘡 你稍为大一点 会清掉的 不是那么困扰的 那结果我都用了一个 一个两个小时 拿去资料 找到一个疗剂 那么当然 我都分析给大家听 真真正正要医 就不是皮肤的暗瘡 真真正正要医 是他的那种性格行为 根本是 他不能够在我们社会里面生存的 要继续这样下去 好了 好了 但是呢 刚才你问 那在临床上 石虫营是 医过什么症状呢 第一 就敏感 就是敏感的问题 可能是食物敏感 是吧 就是为什么经常几句 很多气呢 那很可能是食物敏感 就是在医学上 我们会这样解释 嗯 那么 焦虑 是吧 比如有些人 石虫营有很多方面的焦虑 焦虑自己的工作 焦虑身体的问题 很多害怕的东西 关节炎 哮喘 肢气管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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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食症 或者中风 如果中风的症状呢 它是石虫营的人 出现中风 右边坦德 左边厉害 那么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中风 用这个疗剂 胆囊炎 但是 它是肢气管炎 长期疲劳症 肝癌 肝癌 肌压 肌疲疼症 疾痛 疾症 肌疾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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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出血的,会死亡的 膀胱炎,情绪低落 还有小孩发育的迟钝 我试过有些被自闭症的审问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尿剂 因为糖尿发育没有什么所谓 什么症,什么症 Delayed Development 是一个问题 糖尿很明显,血糖低的症状出现了 糖尿的问题 濕疹,痛风 因为肝,肝是一个化工厂 所以很多尿酸的问题 都是跟肝的处理,化学的问题 头痛,肝炎,肝炎是主要 小肠气,抛疹,尤其是大腿的抛疹 右边向下走 高血压,性无能,刺激,抢敏感 腎石,癌症,恶性肿瘤 扁头痛,神经痛,右边的神经痛 中耳炎,尤其是右边的中耳炎 子宫水柳,胃溃羊,喉咙发炎,肺炎 肺炎,肺炎多了,右边的肺炎 右边的肺炎多一些 还有早舌,肾炎,肾炎 是一种自身免疫很严重的问题 口皮症,Scaraderma,口皮症,鼻痘炎 红斑狼瘡,毛菌症状,Tenia 可能皮肤的毛症,扁头腺炎 肺炎,尿道炎,尿管炎,尿道炎,子宫肌瘤 子宫肌瘤,子宫炎和油 这些是慢性病 应用范围都很区域 没错,急性病方面 例如喉咙痛,右边痛得很厉害 由右边开始走到左边 喝热水舒服 这种喉咙可以急性医 或者肺炎,肺炎多大都是急性的 呼气有困难,散散,没力 口鼻,白泡的口水多 肺炎有很多人听过雜声 呼吸起来很困难 空部的肌肉都一直拉起来 帮助呼吸 还有很特别的症状 鼻孽是一种动动的鼻孽 呼气,鼻孽和前压的皱纹很深 这种肺炎的症状 你可以用这个 还有胆囊炎,急性胆囊炎 还有急性腎石,尤其右边 加上看到尿上有红色的沙粒出现 这些全部属于石虫营的尿剂 可以处理的范围 好了,今集时间又到了 好,谢谢袁珊和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有关于石虫营的人和疗剂的资料 下星期都会由我阿Sam继续做大家的主持 下星期见,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